我現在在法國唱和我的法語和準備一個法語考試 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在學英語的法國人 也有很多在學法語的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還有幾個在學中文的法國人 在他們中,他們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三分之一左右 都不喜歡學習外語,一點都不喜歡這個過程 他們一直投訴他們的老師,投訴他們上的課程 不喜歡他們用的教材 他們都對自己的進步速度不滿意 對自己的外語學習能力不滿意 一直投訴,一點都不喜歡那個過程 如果你是在同樣的情況,你也不喜歡你的外語學習的話 我覺得你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是放棄做那件事情 我們的生命不是很強 我們不是要很多可以浪費在做我們不喜歡做的事情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需要學習那件事情 而且你不喜歡做 那放棄可能是你最好的選擇 如果你在看這個視頻 如果你已經關注我們公眾號 Learn with John 你可能不會選擇第一個 你可能會需要其他方法 所以第二個選擇 就是改變一下你的方法 你不喜歡學習外語的理由 可能不是你真的不喜歡那麼外語 也可能不是你的外語學習能力很差 可能是因為你所有的方法都很無聊 你可能你所上的課程可能真的很差 你所用的學習教材可能真的很無聊 沒有意思 所以如果你對外語學習方法不是特別熟悉的話 那我推薦你看一下我們在Learn with John公眾號寫的文章 我在那裡寫了很多關於不同的、好用的、好玩的、高效率的外語學習方法 看一下那些文章 第三個選擇 就是有一些人會不喜歡學習外語 但是他們有很多人 包括在這裡認識的一些人 他們學習英語 在這裡學習英語的理由是因為他們常出國讀大學 特別是在我認識的那些人中 他們要讀碩士 所以他們不喜歡學習外語 但是他們有一些很喜歡的愛好 比方說 舉個例子 一個 需要學習英語 因為他需要在英國讀一個關於心理學的說事 那個人應該會很喜歡心理學 那些人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 不是跟大部分學生一樣 讀和聽很多關於不同話題的英語內容 他們應該只關於心理學的內容 只讀和聽關於心理學 關於他們的愛好 或者他們愛的話題的內容 那樣的話 他們應該會更享受那個學習英語的過程 而且他們同時提高英語 同時唱話他們對心理學的 或者任何一個話題的知識